你这个能不能不打格子 打了格子就像个小木质的感觉 丽丽老师很年轻又很优秀 认真严谨然后很风趣 就是很真诚地在教我们 我是冯丽 今年30岁 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青年教师 书为新画 从第一次拿起毛笔到今天 已有十几年的时间 你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要写字 为什么喜欢书法 小学五六年级初中是比较集中的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学这些语文数学 到了这个晚上七八点钟就很困了 但是如果写字的话 可能就一直会感觉很 整个人比较兴奋 通宵这个也是很正常 这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寂寞之道 我那个时候高中老师班主任坚决反对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文化课成绩还好 他说你可以努努力考个这种综合性大学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走专业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一定立志要做一名书法家 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既是他们的老师 同时也是他们的学长 不管是在专业学习上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想尽可能地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所以不太像以前的给我们上课 比如说有些老先生 本身有很高的这样的一种威望 见到他们之后呢会肃然起敬 如果说书法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我毕生去追求的一个视野 另外一方面呢 希望通过我今后自身的一个身体力行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传统优秀的古老的艺术 不断地把它弘扬下去